人的老去就是平静选一种方式与世界告别 生下时,常年生活在东京的荣子 如常来到山中别墅度假 而初来这里,他就从管家疯子口中 得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常年帮忙打理院子的老园丁 在去年秋天时,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并留下了一句,就活到这儿吧,作为遗言 老园丁在物质上并不困顿 他活了83年,一共存下了2500万日元 每一张都是崭新的万元大钞 身为木匠,他在临终前为自己做了很气派的棺木 那份只有一句话的遗书就摆在了棺木上 而在遗书上方还放了块石头 这种石头和炭里到处都是 村民们苦思冥想,也没猜出它的作用 后来老园丁上一年级的孙子突然开口说 这块石头是用来砸棺盖上的钉子的 大人们才恍然醒悟,纷纷称事 这的确像老园丁的作风 按照传统,棺木上的最后一颗钉子要用小石块敲进去 但他却为自己选了这么大一块 荣子感慨这般离开世界的方式和有古君子之风 他来到了老园丁捡石头的河滩 也捡了一块差不多大小的回去 管家疯子开玩笑问道 你不会也想自尽吧 而荣子则捧着石头念叨说 我是想用这块石头把最后的钉子砸进去 那你还真是准备周到了呢 疯子笑说 相比于石头,村民们早更关心那2500万日元 据说,老园丁走后 儿子儿媳用这些钱买了汽车和新电视机 夫妻俩还各自置办了一套西装 而后,一家人穿着新衣,开着新车 来了一趟痛快的温泉旅行 回到山间别墅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是老有美江的丈夫打来的 说是多年未见 他们夫妇俩想再来看看 荣子很开心 他和美江认识时 两人还是小剧场里的年轻演员 专演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多年就有再次相见 却早已物是人非 美江五年前患了病 也有些吃傻 面对荣子的问候 他像一个怕生的孩子般 紧握着丈夫阿国的手 虽已变成这副样子 但偶尔清醒时 美江总会记起以前的事 这次来见荣子 也是他突然间提议的 看着眼前已认不出自己的老友 荣子男人流出泪来 不知为什么 最近他总容易掉眼泪 说起两人年轻时在小剧场的记忆 美江依旧痴痴地坐着 有关过往的生活 他好像全然忘记了 直到荣子提及两人 共同出演过的剧目 美江眼中突然闪烁起光芒 那时契赫夫的海鸥 讲述了少女妮娜的梦想与爱恋 美江慢慢站起身来 跟随荣子念起了妮娜的台词 年轻时他们曾在后台一遍遍地背着 那时有青春的梦想在声唐 而如今只剩下了对过往的残缺回忆 看着眼前不知悲喜的一幕 四位老人眼中都泛起了泪光 晚上时放嘴被女儿交回了家 荣子还在摆弄着河滩里捡来的那块石头 美江已睡下 阿国告诉荣子说 他本想带着老伴一起住进养老院 但功利的不允许夫妇俩一起入住 私利的又太贵 他们实在是出不起费用 阿国原是能聚演员 自从美江生病后 他便辞去了工作 如今夫妻俩想返回老家生活 虽然那里是一个常年覆盖鸡血的小村子 但终归是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第二日山间雾崖还未散去 美江夫妇早早出门散步 疯子到来时 荣子感慨起自己的命运 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 可没有阿国这样的伴侣照顾 他一起了三十多年前 美江放弃演员视野 嫁给阿国时的样子 那时的他看上去还很幸福啊 可疯子却说 现在的美江也很幸福 老年痴呆这种病 令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并不像旁人看上去那样痛苦 美江似乎对那块石头很感兴趣 而荣子却把它拿到了一边 这可是我很宝贝的石头哦 美江眼中含泪 像一个没要到玩具的孩子 餐桌前 美江直挺挺地坐着 非要等阿国动快后 自己才开始吃 这已成为了留在潜意识里的习惯 看着美江像孩子一样吃饭的样子 荣子眼中再度流露出背起来 刚刚放假碗筷 美江就提醒阿国要开始练习了 三十年间 夫妻俩总会在早饭后练习一会儿能具 就算生病后 美江也始终记得 这大概也是一种习惯吧 正当两人有模有样地排演着能具时 别书里突然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个在山间逃亡的笨贼 第一诉求便是拿些饭团子来 一阵狼吞虎咽后 填饱肚子的笨贼 认出了身为著名演员的荣子 而当得知荣子是从东京来这儿度假的时候 笨贼的情绪更加激动 有产阶级啊 玩门球吗 荣子被问得一头雾水 而笨贼似乎对门球之事很是在意 他说自己只要一看到那玩意儿 就会头脑发热 觉得人这一辈子 要在种种痛苦中火下去 正当笨贼情绪失控之时 美江突然静止走了过去 与他争夺起了手枪 危急之时 警察恰好干到 笨贼慌张着逃走 一阵追逐之后 终被制服 这贼原本住在精神课中 城外经常有一群老人玩门球 他每天都在那里看 而在某天 他突然挥舞着棒球棍 冲向了这群玩门球的老人 至于他为何要这样做 警察也不甚清楚 风波过后 别书又恢复了平静 有位老人安宁地睡起了午觉 此时警察再次到来 警局决定 对老人们涌动汉匪的行为 做出嘉奖 当然 主要嘉奖对象是大明星荣子 而荣子告诉警察 是美江从歹徒枪口下救下了自己 应该重点表彰美江才对 事实上 他希望以此为契机 帮美江恢复些过往在舞台上的记忆 而不出意外 收奖仪式在一片混乱中收了场 拿到奖金的四位老人 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 准备庆贺一番 然而 在点了一人一万八千块的昂贵餐时后 才发现警局给的奖金只有一万块 真是吝啬呀 不过我家老师有的事前 风子宽慰道 荣子再次提起海鸥中 妮娜和爱人离别时的情形 妮娜 走了 美江念叨着回应道 此时 餐厅中突然想起他们年轻时的歌谣 美江眼中又一次闪烁起光芒 两位老人合歌而舞 反复又回到了 共用一面化妆镜的少女时代 看着眼前一幕 阿国和疯子眼里也充盈起泪水 午后 四位老人结伴而行 穿越山林返回别墅 我想玩累了以后 横着歌谣归家的孩子 山里的天总是黑得很慢 老人们在屋前安静等着夜幕降临 海鸥死了 美江念叨着 只是谢礼的海鸥死了 荣子回说 夜里 阿国向荣子告了别 美江最快乐的日子 就是和荣子在小剧场度过的青春岁月 所以即使失去了很多记忆 他还是会时常念叨起荣子的名字 但 昨日不可留 近日多烦忧 人生终须一别 你们准备回故乡定居吗 荣子问阿国 对方眼神闪烁 自还未下定决心 第二日 美江和阿国离开了别墅 分别前 荣子握着美江的手说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吧 因为海鸥是不会死的 美江没有回应 沉默着上了车 车站中 阿国要求美江说 还是回京都吧 而美江却坚定地说 不 回老家 佛福来走后 荣子原本想好好放松一下 但凤子似乎有重要的话要对他说 老太太点起一支烟 郑重道 我的女儿明美要结婚了 所以我想告诉他真相 他的父亲是森本 荣子瞬间没有了修养的心 因为森本就是他已逝的丈夫 自己丈夫和管家偷情 还生下了孩子 尽管这已是22年前的事了 但荣子依旧无法接受 而疯子倒显得很从容 他动情说起了和森本交往的细节 荣子听不下去 气氛打断了他 正当争执之时 明美到来 两位老太太同时选择了沉默 明美走后 荣子再度阴阳怪气起来 而疯子却言肃争辩道 我们是相爱的 而你爱演戏胜过爱自己丈夫 他很孤独 爱这个字让疯子理直气壮 却让荣子往而生畏 但不管怎样 两人搭档了这么多年 又怎能轻易拆伙 明天 疯子还是要早早赶来别墅 为荣子做饭 临走前 荣子交代疯子说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明美 他不知森本的存在 有可能认为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而疯子依旧强调 他和森本之间并不是肮脏的关系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疯子走后 荣子对着丈夫的遗想无自念叨 难道我真的爱演戏胜过爱你吗 第二日 疯子还未赶往别墅 荣子便找来了家中 他想了一夜 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丈夫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他对疯子说 自己孤单了一辈子 突然对明美产生了一种亲近之感 在经历了一番唇枪舌战之后 两位老太太默契保住了彼此的尊严 几天后 荣子和疯子共同参加了明美的试婚仪式 最终 情敌变亲人 两人共同看着女儿走入了属于她的婚姻 在荣子准备结束度假返回东京之时 一名突然登门的记者带来了一个噩耗 美江夫妇自尽了 夫妻俩留了一份遗书给荣子 虽说是遗书 但只是潦草地写在了旅馆收据的背面 且只有一句话 承蒙观照 荣子倍感震惊 两人明明说要返回家乡生活 为什么会突然选择结束生命呢 记者通过夫妇俩留下的遗物 追踪到了两人生前最后的行程 离开别墅的第一天 他们去了一家高级温泉旅馆 并且住进了每人每天五万日元的特等房中 第二天 两人乘车去往了家乡 但他们却在村口下了车 走上了高高的田梗 在那儿俯瞰了一会儿村子 偶尔有村人经过 老两口还会慌忙躲避 短暂看过家乡后 他们出城去了海边 最终在一家小旅馆前下了车 下车时 流浪一人给了美江一只红色的气球 夫妇俩就这样恍惚着走进了这家靠海的小旅馆 这儿的房费是每人每晚三千日元 两人没吃晚饭 第二天早上九点便离开了旅馆 之后 一个去海边钓鱼的八岁少年 成为了夫妇俩最后的目击者 少年远远地看着他们 慢慢走入了大海之中 夫妻俩共有五十六万日元的存款 阿国把钱都取了出来 最后只剩了一万日元 而这一万日元是两人留的 为自己处理后事的费用 听完记者的叙述 容子和疯子男人悲痛 他们决定跟随记者去夫妻俩去世的地方看看 豪华的温泉旅馆 一生中唯一一次奢侈 却也没忘在房间里练习能剧 村口的田耿之上 远远地看家乡最后一眼 虽然没做过什么坏事 却不愿让村人看到自己 他们曾满怀希望去往异乡 家乡却成了回不去的地方 蔚蓝的大海之盼 夫妇俩赤脚走向了人生的终局 悄无声息 容子和疯子朝着海面挥手告别 这份迟来的慰藉 不仅给予美江夫妇 也给予他们自己 海鸥死了 那些甜蜜的 鲜色的 被洗交加的岁月 也会被大海一并抹出 回到山间别墅 容子收拾着行李念叨说 美江向着大海一直走去 我也要把工作一直做下去 直到倒下那一天 我希望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 而此刻的明媚 刚刚开启了新婚旅行 他们要乘坐西伯利亚的火车 去往莫斯科 在得知三本是自己的父亲后 明媚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反而笑了出来 离开前 容子望着那块 从河滩捡回的石头 含着悲戏 交代疯子说 如果你得知我在哪儿倒下了 请用那块石头 帮我砸下最后一颗钉子 疯子没有回答 而是问他 明年夏天还会来吧 快入秋了呀 秋天过了就是冬天 我其实是因为没有干劲 才来这里的 容子装饰男人痛哭起来 沉默着离开的他 半路就被助理拦下 拍摄起了宣传照片 疯子收拾好屋子 把那块石头塞进了包里 山林间 拍摄宣传片的容子 依旧笑得灿烂 而另一边 王子将那块石头 掏入了滚滚溪水之中 这是一部有关 如何面对人生终局的电影 老园丁留下了2500万日元 和一句就活到这儿吧 然后潇洒转身 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块石头 是老园丁留下的一个谜 但却无人关心 而人们感兴趣了2500万 老园丁或许也没放在心上 而孙们吝啬手材也好 纵情挥霍也罢 都早已与己无关 就活到这儿吧 这是一句无比豁达的话语 老园丁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切深厚知识 便也就此完成了与这世界的结算 而美江夫妇 最终没有回到家乡去 这很符合在外漂泊之人 所面临的处境 年轻时四海为家 年老时亲相情窃 很多时候 为故乡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他们最终平静消失于大海之中 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人生终局吧 当荣子和疯子来到海边 挥手作别之时 两人此生的恩怨爱恨 似乎也已烟消云散 在死亡面前 很多事都已不再重要 而那块贯穿影片时钟的石头 则象征着压在荣子心头的 对死亡的恐惧 他一生要强 功成名就 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人生终局 于是便想着效仿老园丁 也给自己一些勇气 但这份决决之心 更像是虚弱的装强做事 直到目睹美将夫妇离开的过程 他或许才明白 在生命的末尾 人并无太多选择 自己一生热衷工作 以至成为孤家寡人 那在工作中倒下 或许就是属于自己的最优选 于荣子来说 工作就是可笃定消失于其中的大海 影片最后 疯子扔掉了那块石头 因为如何砸下最后一颗钉子 根本不重要 真正值得关心的是 要以怎样的姿态离开 所谓体面的老去 大概就是 平静地选择一种方式 与世界告别吧 我是腾景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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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